请你吃饭了 饿了 进去吃饭了 担心静静了 喝酒 打架 作弊 威胁老师 我现在都快不认识他了 这样 明天我去学校见见老师 把情况搞清楚 如果真的是咱们的错 咱们道歉 但如果不是 我们也不能让静静受了委屈 我们也不能让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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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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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 不用了 兄弟 出去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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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等出去兄弟 你等等 大哥 我约了孩子去学校 我已经迟到了 不好意思 不不不 兄弟你等等 我迟到了 要不是火火没毛的事 我也不会去麻烦你 真的兄弟 这一次你无儿无合 你怎么我想有办法呀兄弟 你对我有恩 哪句话我不想瞒你 上次的设计 纯粹是为了弥补失误 我知道 但是这一次的问题 是因为你使用了劣质材料 我能想到的弥补办法 那就是趁着现在没完工 把那些有问题的地方换了 重新返工作 那我还赚什么钱啊 我这钱不得打水平了吗 我觉得做什么事情 不能失信 你为了几十万换建材 失去信誉是一方面 可是将来工程出现问题 那才是最可怕的 呸呸呸呸 你不帮我想办法啊 也没关系 你别给我添堵啊 你啊 我算是明白了 今非昔比啊 你不给我想办法 我自己啊 找电话发愁去 大哥 你对我的好 我都记在心里 但我跟你说这些话 也是真情真义的 返工的工钱我可以不要 我帮你做 但是你不能再一一步行 好了好了好了 你忙你的吧啊 我自己去想办法 老师家里有事今天没见着 跟别的老师随便聊聊两句就出来了 你那边怎么样 本来那个老师啊心脏就不好 连气带怕就犯了老病 现在也不怎么生气了 只要晶晶跟那个老师认个错 我又没有错 我 都到现在了还不觉得自己做错了吗 我们都想信任你 可你自己看你最近做的事 你们根本就没人信任我 你们就只听他们说我作弊了 我说什么你们都觉得我在撒谎 我不要别人管了 别人 为你做了这么多 我到现在还只是别人是吗 晶晶啊 就算是块石头也应该污热了吧 白琪 你别动气啊 晶晶啊 不管你受了再大的委屈 也可以好好说话 也不能气你小姨啊 都怪你 都是你设计好的 等我们家里面每个人都讨厌我了 你目的打招了吧你 住嘴 白琪 你打我 你打我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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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急啊 别急了 别急了 好了 你急什么呀 我 好了 别急了 你给我出去 我不许你进来 你给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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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要是有办法 你就帮我管教钱晶晶吧 老师 我还没反应过来 她就拿个蹲铺冲过来 帮人过来拉架 她装嘴嘴有 就当自己是胎三 你还敢告状你 老师 你去给我打你 钱晶晶 我 你打着老师面 看看打同学 你气也太嚣张了 坐过去 她生完了 钱晶晶 你说吧 到底为什么原因 打同学 她该打 老师你看她 钱晶晶 报告 老师 张晶晶 你怎么又跑来瞎红闹 老师 晶晶真的不怪晶晶 晶晶只想证明她自己没有作弊 晶晶只想让她过来承认错误 解释清楚 她不仅不来 还骂晶晶是神经病 晶晶是这才动手的 我 我那是开玩笑 不是我没有作弊 你开玩笑 那晶晶打你也是开玩笑了 吵什么吵 考试了一天 钱晶晶的桌上 作弊的纸条是你的 我那是开玩笑啊 瞎说 考试线上给人扔纸条开玩笑 你眼睁睁地看着 监考老师 错怪钱晶晶 一动不动 作弊的事我一会儿再找你 到时候 你要一不一时地跟我交代清楚 到底给谁穿成条的 现在你先出去返寻一下 转招 你也出去 好的 老师 好好说 我知道 钱晶晶 你坐 这件事啊 你应该啊 性平气和地解释清楚 因为这件事 李小姨昨天来了一趟 今天 你姨父还要过来 要是早点解释清楚这件事 就不会让你受委屈了 好 老师 你好 老师 那个张昭呢 已经把事情跟我说了 我也是没想到 那天的事情 还有这段内情 本来动手打同学 威胁同学 性质啊 太恶劣了 现在看来事出有因 这件事啊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 一定给钱晶晶一个清白 麻烦了 老师 你说这件事情 你处理我就行了 你干嘛要把她叫过来呀 晶晶 你这是跟老师说话的态度吗 我的事跟你没关系 晶晶 晶晶 你挠我 晓晶 我挠你呀 晓晶 黑呀 你目的就打倒了吧你 住嘴 好 白姐 你哪干得动这个呀 姐来帮你 谢谢王姐 那我去给你倒杯水 没事 好 王姐 小心点水烫 谢谢 黎静 这怎么伤得这么重啊 没事 我就不小心划伤了 这 以后这些活你都别干了 请来给你干 不用 王姐 歇着吧 没事 去吧 你有完没完 老跟着我干嘛呀 狗腿子 晶晶 咱们回家吧 回什么家呀 我回不家跟你有关系吗 奇怪了 春春大哥让我把你送回去 你必须跟我回家 你又拉我是吗 你要再不松手 我肯专流氓了我 你不能 干嘛呀 干嘛呀 你们俩干嘛呢 你们俩干嘛呢 春春大哥让我把他送回家 他不回家 天天天 还闹啊 你跟他也是一伙的 别教育我啊 我想做什么跟你没关系 不是 姐 你拦 拦 拦什么拦 你让他走 越折腾越好 他这么一折腾啊 让那些想看白家热闹的人 拍手叫好 让跟白家有仇的人 都不用报仇了 你真别说 你把话说清楚 你想看我们白家 什么热闹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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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跟我说话呢 没大没小 你怎么说话呢 你 还你 我告诉你 大家疼着你 灌着你 那是因为爱你 你 你呢 拿这件事当上方保健 家里外头横着晃 你老大不小了 想想自己到底该干什么 张忠 走 走啊 姐 姐 她今天要是再转货怎么办 别回头别看看 一会儿她自己就回家 那我们去哪儿啊 哪儿也不去 回家吃饭 你姐夫今天也回来 那还不如不回去呢 不回拉倒啊 我让她把新话剧给退了吧 我去 也不知道春生到学校去 谈得怎么样 哎呀 这要是因为她工作忙 耽误了去学校 那可麻烦了 还不如我自己去啊 晶晶的事 春生不会敷衍的 我没说她敷衍 我是怕她没有时间 你说现在她忙的 忙装修 忙公司的业务 忙的 都顾不上在家吃一口饭 她现在这个样子 我越来越担心了 别担心了 你这胳膊是怎么了 啊 没事 在单位干活的时候 不小心划伤了 你散伤 你散伤 这干活划伤怎么这么整齐啊 不对 我看看 怎么回事 说实话怎么了 我用这只手打了晶晶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 我为什么会打她 完了你就惩罚自己 你用不着啊 白姐 妈知道了 在你心里晶晶比什么都重要了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呢 你这样折磨自己 你 妈 怎么了 哪儿不舒服啊 她痛了 快坐下 她动得很正常 孩子成型了 月份大了 当然她就动了 没关系 很正常的 妈 我现在该怎么办 你别担心 妈都安排好了 妈都替你安排好了 别担心 妈 我之前跟您说的事啊 我已经提前探好路了 这矿上啊 跟您支这个承包款啊 是一年以后的事 这按照惯例呢 这合同终止的时候 才会有人过问这个钱 妈 我只需要这一年时间 您就给我这一年时间 我用这笔钱 开发新的项目 盘活这笔钱 到那个时候 我再把这笔钱 完毕归照 妈您放心 我一定做到 神不知 鬼不觉 就算矿上不问这个事 我怎么听着你这种行为 它也是挪用公款啊 那可是违反规章制度的 这之前不是说你那个俱乐部 都已经步入正轨了吗 这怎么突然 又出现新项目了 不是 妈 您还没听明白吗 他这又是熬堂 又是送话剧的 就是想逼着您帮他开后门 做这违法乱计的事 贵香 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我怎么说话呀 魏志国 这个家里没人图你赚大钱 乘大款 你怎么折腾你的俱乐部 我们不管 你少拉着我妈趟着浑水啊 行行行行 有话好好说 别抄着 志国啊 在这件事情上 我的态度可非常明确 在不违反工作纪律的前提下 我该帮你我都帮 但是违反规章制度的事 咱可不能做 我知道 你经营这么大一个俱乐部 那是需要时间收回成本的 但是你为了赚钱急于求成 那可不会有好结果 妈 我我这么做 不想让贵香生活得好点吗 你算了吧 为了让我生活得好点 说白了你自己就是个 无力不起早的人 拿我当什么借口啊 不 妈 你看他 你少说两个 没人把你当哑巴 妈 妈 我支持我姐 这话剧啊 我您可不要了 也不能看着您帮着她犯罪啊 这怎么你小孩要插什么嘴啊 我的小舅子 你真是误解我这一片心意了 行了 妈 您也别生气了 就当我什么都没说 或者就当我说个笑话 咱别伤了和解 咱吃饭成吗 吃饭 你要真能认识到这一点呢 最好 吃饭吧 吃吧 饱了 你真吃饱了 你看你看你看 这有话他都不会好好说 来来来 这锅 你呢 多担胆啊 你也吃饭 妈妈 要不我去把晶晶交出来吃饭 不用 交一次就行了 妈妈 饿了自己就出来了 我去看看他 不用 坐我吃你的饭 今天坐我圈儿也喜欢吃了 快坐下吃饭 站住 想吃饭坐在饭桌上 不许端回房间 是 委屈了是吧 那也不能和家里所有的人都划清界限啊 这件事啊主要怨姥姥姥不分青红造白的 把脏水泼到你身上了 姥姥首先给你道个歉 姥姥 姥姥 我没有怪您 没怪我 为什么还生气呢 生谁的气啊 生小姨的气 还是生姨父的气啊 妈 这件事都怪我 我不该动手打静静 静静 你想想小姨为什么打你 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 难道都对吗 是不是该烦呀 以前就算我调皮逃克 你们也没有人舍得骂我 更不会打我 自从我爸妈走了 你们就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 只有我犯错的时候 你们才会想起来一起批评我 我真的觉得只有我自己做错事了 你们才不会忘了我 静静啊 你真的是误会了 你别管让他把话说完 静静你说一说 大家怎么对不起你了 这个家怎么容不下你了 说一说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我在这个家里面 让你们这么不开心 你们怎么不把我丢回前二家呢 怎么说话呢孩子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人心 都上套了你才罢休啊 来 你看 妈 妈 妈 给她看看 看看 看看 看见没有 小姨失手打了你 她后悔极了 她就用这种方法惩罚她自己 静静 小姨的心痛 比她伤口要疼一千倍 你总觉得大家对不住你 你怎么就没想想 你所说的话 你所做的事 是不是对得住所有爱你疼你的人 你想想 我 让她好好反省反省 你说话太伤人了 她在这样子 过去 在那子 你 那 我 我 我 在那子 我 我 你们 记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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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媳妇 咱们谈谈好吗 来 媳妇 我们和解吧 从咱俩结婚到现在 咱们总是被别人还有别人的事 交到乱七八糟的 说是结婚了 可是咱俩从来没有过过一天 属于我们自己的日子 你听你说的话啊 别人 别人的事 你这个人就是这样 总是喜欢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 从来不找自己的原因 知道这叫什么吗 这就是极度自私的表现 其实咱俩之间啊 没有什么 你什么时候想明白了 咱俩的日子也就过好了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真是给你脸啊 靓靓 晶晶 等等小姨 拿着 不想吃家里的早饭 就去学校买点自己喜欢吃的 小姨打你不对 都是我不好 我怎么做你才能原谅我 小姨 我不是怪你 我是过不了自己那个关 傻晶晶 你过不了这一关 那是因为你在意我和姥姥 你爱着这个家 不用为了这个自责 好了 我们不想这些了 好好地去上学 那你赶紧回家 尊生 给我倒点水来 我要吃药 好 妈 妈 妈 要不要去医院看一看 不用了 这真体是老毛病了 你把门关上做些 我有话跟你说 陈生啊 我想让你玩走一会儿 我就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你也都看到这白姐呀 嘴上说把孩子留下啊 这心里呢 实际上七场八下的 我该说的也说了 该劝的也劝了 我就没见她明确表个态 所以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咱爸这事儿啊 非议透了 把这事儿定下来 咱俩俩先同一口径 你开心吗 妈 您呢 别怪白姐 她有她的苦衷 我不怪她 我也是咱妈的 我能理解和明白她心里的苦衷 我都明白 但是呢 就算咱不想将来怎么样 也不替孩子着想 那我也得替你想想啊 我得想想你的处见不是 你看现在啊 国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 不允许生二胎 你要把这孩子留下呢 你就有了这个免疫上的孩子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没有资格 再生自己的孩子了 春生 你是独子 那你们家可就绝后了 现在你不想什么 无所谓 可是将来呢 将来有一天 你见了你父母 见了你表叔 怎么交代啊 是不是 妈 我既然答应白姐 我就已经做好这个思想准备了 你做这个思想准备啊 也就是心里打草稿 这一辈子长着呢 你知道遇到啥事 都不知道 所以啊 咱得留个后路 你不用考虑我 现在白姐的情绪 感受 比什么都重要 咱们现在都是一家人了 我怎么能不替你考虑呢 我还这么想呢 如果把他孩子送走 那也是摘掉了 背在你身上这个黑锅 跟白姐在一起啊 我真的不在乎 也不介意这些 再说了 白姐最在乎孩子 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所以需要有人 帮她做决定啊 春生 我这个做丈母娘的 我真的不知道 为你做什么好了 做这件事 真的是为你好 我知道 妈 但是这件事情 不能背着白姐做 除非她自己想这样 你这个孩子呀 真傻 来 妈 快喝口水 你看你大老远的 这东西多沉呀 你打个电话 我回去取就得了 跑这么远 妈知道你爱吃酱菜 所以就多做了些 还有肉 你看 那个 那些水果呀 都是你平时爱吃的 你不是上班忙吗 所以我就 给你买来了 听话 下次别跑这么远 送这些东西啊 妈是想 你下了班回家 跟芝果好好相处相处 我这儿没事 你别惦记 我们俩也没事 妈 你不知道 我跟治国就那样 没什么 这小两口啊 和和美美的才好 妈知道 错都在治国这儿 打上刺之后吧 我都没让那臭小子进咱家门 我说 啥时候归乡的气消了 我才认你做儿子 妈 您别跟他生气啊 生气伤身 妈打心眼里 希望你和芝果好好的过 春生那边的情况呢 你也都知道了 你和芝果 可千万不要出什么事 您别胡思乱想了 我们俩什么事也不会有 我答应你 我们肯定好好过日子 这妈就放心了 白杰 春生 你们来一下 怎么了 妈 白杰 你今天休息是吧 春生 你也把手里忙的事放一放 你们俩出去玩玩 散散心 妈 我觉得没什么事 得出去散散心吧 要不等周末的时候 咱们一家人出去踏踏气 那一家子是一家子的事 我现在说的是你们俩的事 年轻人嘛 得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妈 让你们俩出去就出去 妈想安静安静 去吧 前一段吧 你们忙静静的事 大家都挺不容易的 挺累的 得有张有迟 嗯 这样才好 去吧 去玩玩去 行 那我们出去留在这儿 去吧 去 去吧 喂 你好 请帮我找一下赵医生 你这样会感冒的 我是你男人 我为你遮风挡雨 我愿意你过好了 那你会这一辈子都为我遮风挡雨吗 一辈子可不够 下辈子 下下辈子 我都要为你遮风挡雨 好吧 干吗 你感冒了 这叫同甘共苦风雨无阻 好 风雨无阻 我 心情好一点没有 昨天担心我了是不是 担心 心疼 每次看见你受伤流血啊 我恨不得百般的痛苦 都让我一个人承受 在我眼里啊 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人 坚强的生活 坚强的守着这个家 坚强的面对苦难 我怎么不知道 我自己还有这么多的优点 优点多着呢 我这一辈子都说不完 让繁华生起歌响 我你的礼物 看心做似的爱一路名声 这么晚了带我去哪儿啊 既然你睡不着 我也睡不着 与其一起失眠 还不出来一起看月亮 你还记得你答应你做我女朋友那晚吗 那个月亮也是这么大这么远 用你的话说 天为正 月为美 我们的爱情注定天长地久 今晚的月亮真美 小姐 小姐 晶晶的事别太难过 也别担心 更不要胡思乱想 我相信你 也相信晶晶 这是一首属于我们的歌 这个音量不会吵着别人 从现在开始 但是这个夜色 这个月亮 就属于你 白杰女士 你愿意和我跳一支舞吗 白杰 咱们非要参加人家医院组织的舞会吗 对啊 我今天好不容易说服了我姐 我要正式把你介绍给她 对啊 今天可是你第一次见我的家人 你是怯场了还是不想去啊 我当然是想去啊 我不怯场啊 我就是觉得 一个大男人参加舞会 有所男子和气概 我跟男子和气概有什么关系啊 我可以教你的啊 你看啊 咱们姐本来也不想参加 是不是 对啊 是 愿意让我姐重现当年风采 我可真是费了好多口舌才才愿意来的 巧人所难 肯定会影响你姐对我的第一印象 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请你们吃好吃的 吃冰淇淋怎么样 我安安静静地出场 提定加班 好不好 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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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我知道我太笨了 我练这么久 你的跳舞还是挺快的 我笑不是像你笨 我在徘徊中却远遥远遥 以为总有一点两处勇敢 却聊不到那风景 因为挺喜欢她的 泉拥 谢谢 你为我做的一切 就算我给你再多的痛苦和磨难 你都是一如既往地对我好 我不对自己媳妇好对谁好啊 你幸福快乐 这个家才幸福 为你能做什么都愿意 为你学个舞 这算什么呀 我终于知道 你为什么说跳舞有损男子气感 海志老爸 没事 我想到一个新的跳舞的他 什么 把鞋脱了 脱鞋 脱了 来 放好脚啊 这句的鞋 这怎么跳啊 我 爱你 是你弟弟 你弟弟 放我下来吧 我喝不下 God 我喝吧 我喝不下了 你也不喝喝 我喝不下去了 你喝得那一口 我哭得了 我喝不下了 那我去了 嗯 走吧 小姨 我做了那么多错事 你不怪我 小姨只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你 静静 你也别怪小姨总是严格要求你 你是个好孩子 小姨说什么都不能让你走歪了路 小姨说过 如果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是小姨割舍不下的 第一个就是你 我才没有排第一个呢 在咱们这个家 李春生可比我重要多了 傻孩子 都是一家人 一定要分个高下吗 我从来没有承认过她是我家人 要不是她当时的 对啊 我当然记得你 因为她在家心里 我们以后就已经已经硬了 她真的没有正硬了 小姨也看得出来 其实你已经不再像以前 那么恨她了 对吗 小姨 你胡说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恨不恨她 小姨 你为什么喜欢她呀 因为爱 遇到这个人 和这个人在一起 你就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和他在一起之后 生活再苦都变成了甜的 你现在还小 很多事情你理解不了 但是我们爱你 所以我们可以等着你慢慢理解 等着你慢慢长大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你 和他在一起 就算我承认我爸妈的死 跟他没关系 但那又能怎么样呢 他本来不应该出现在我生活的 他不属于咱们家 静静 不是他的出现让这个家遭了磨难 不幸已经发生了 就算我们再难过 时光也不会倒流 在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想要进入我们的生活 都需要莫大的勇气 他给我们带来的并不是灾难 移父的出现 让小姨在最无助的时候 多了一份信心 一份面对未来的信心 照顾你的信心 他并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灾难 相反 多了这样一个人真心实意地 帮我照顾你 爱你 小姨觉得 这是上天给我们的补偿 静静 小姨相信 总有一天 你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这个衣服 是 了 哈哈哈 比较 软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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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春生 经营答应一起去了吗 行 我知道了 白姐 晚上回去再说 主任 我刚才在会上怎么说的 工作时间不能织毛衣 不要干私事 你看你这毛衣也织了 私人电话也接了 你也太不像话了 主任 刚刚是家里有急事 突然来一电话 以后不会了 但这毛衣我没职 是刚让同事帮我带回来的 被我抓个现行 就说是同事帮着买的 这个你又说得过去吗 主任 我真没职 这毛衣在这儿 明摆着 你还解释什么 白姐 因为你家情况特殊 最近这段时间 你总是迟早早退 动不动就请病假 我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你明目张胆的违反工作纪律 也太过分了 我都说了我没职 您为什么不相信我 你是什么态度 对不起 主任 白姐 你别哭啊 我也没说什么 你 你这哭哭啼啼的 你 你看 像什么样子 好好好 这事就这样 下不为你啊 大地儿 大哥 大嫂啊 你们一路走好啊 好啊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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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晶晶吗 晶晶啊 我的小星光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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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婶多久没见你了 可想死你了 对啊 我不认识你 这孩子 晶晶啊 上次我们去看你啊 你还迷糊着呢 我是二婶 二婶啊 我不认识你 你看你这孩子 我 行了啊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我 我们来扫墓 我给我大哥大嫂扫墓 这天经地义啊 晶晶 你怎么没想到 还能见着我日思夜想 天长挂肚的大侄女 没什么事啊 请你们先离开吧 别啊 见一回面多不容易 晶晶兄弟 你现在是大忙着 我这可是憋了一肚子的话 就是不见你人影啊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 今天啊 不合适 你 你择日不如撞日 要不你带着晶晶 先该忙忙 我们那大门口那儿候着 你要实在不愿意 那我们也没办法 这个 我们有一肚子心里话 想跟我的这个大侄女 好好唠唠 晶晶跟你们没什么知心话 在大门口等我吧 这个地方不会有什么后门吧 你把我们这大门口那儿去 万一 我李晨晨 说道做道 也是啊 春生兄弟说话办事 总是比别人牢靠 咱们先走了 走走走走 走 晶晶 晶晶晶 晶晶 我先把这个墓碑清理一下 一会儿给他们上香 好 白琪 白琪 沈子 这孩子 你是有身孕的人 这大马路上走到了 那走神溜号的 这怎么行啊 这太危险了 来 坐会儿 你这孩子 就是心思太重了 回头啊 我去庙里 给你求一个 尽心安神的福回来 知道了 沈子 这女人哪 只要肚里坏着孩子 就是福气 你呢 把你和春生的日子顾好啊 把肚子里的孩子照顾好 我们家春生啊 再忙再累 那睡着了都能消醒了 沈子 您最近怎么样啊 我和春生最近忙 都没过上去家里看您 傻孩子 咱们家没有那么多的 规矩理性 你把自己照顾好 把你和春生的日子过好 那就是沈的福气 说句实话 你和春生啊 都是我心里的 让人放心的好孩子 让我操心劳神的 就是你表兄那两口子 他们又怎么了 上次从家回来之后 我跟春生还一直惦记着 就是没顾上问他们的情况 沈子 要是有什么 我能跟春生帮上忙的 您尽管开口 上次你表兄回来 我就没让他进门 从你表嫂那儿啊 我什么也问不出来 总之啊 他俩让我操碎了心 我该说的说了 该做的做了 可是我的话 他们听不进去 表哥表嫂的事 我跟春生也有责任 要不这样 我去劝劝贵乡 毕竟我们俩是朋友嘛 那多不好意思啊 沈子 您这话说的 咱们都是一家人 我和春生也希望 他们的日子 能过得幸福 要是咱俩 能听进去你的话 那事就太感谢你了 不哭了 沈子 没事的 丁俊 来 给你爸妈上下 给你爸妈上下 快 丁俊 丁俊啊 虽然咱们家 都把你当孩子宠了 可是这些事情 你要迟早面对的 你爸妈不在了 伤心难过的 不止你一个 你姥姥和你小姨 甚至比你更需要人安慰 你做什么 都让他们牵肠挂肚 你发脾气了他们难过 你犯错误了他们自责 你突然变得 乖巧听话了 他们喜极而起 在这个家里 你就从来没被忽略过 甚至你小姨 肚子里的孩子 都改变不了 你在家里的地位 今天当着你爸妈的面 尽情地哭 尽情地说你的委屈 今天过了 咱们一家人 好好地生活 我没想让我姥姥 和我小姨难过 我折腾就是为了报复你 我就是想把你赶成我们白家 我就是想让你 离我小姨远渊的 我一看到你我就想 我又想到我妈死得那么冤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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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们家的事 怨不得别人 林静啊 我知道你记恨我 你可以帮我当仇人 你也可以报复我 只要你觉得心里舒服一些 只要你觉得可以重新开始 我这个姨父啊二话都不说 可事实呢 事实是你越来越痛苦 你越来越难过 咱们整家人都因为你 变得惶惶不安 你这么做啊 大家都心疼你 你可以不把我说的话当回事 你也可以继续折腾 继续糟蹋你姥姥 还是小姨对你的关心和爱 你伤他们越深 他们越失望 反而对我更加幸运 你什么意思 你可以帮我当仇人 如果帮我当仇人 能觉得让你舒服一些呢 你就恨我一个人好了 可是你折腾胡闹 那不是报仇啊 也不是报复 只是可笑 姥姥说过 咱们白家的姑娘 没有一个是孬肿 可是在我看来 你这个就是孬肿 你这个就是懦弱 你想报仇 你得长报仇的本事 你照顾自己 报复不了别人 把我的话想明白了 上下 妈 我来看你来了 都多大了 还要妈妈给输辫子 妈 你不是说不管多大 我都是你的宝贝女儿吗 是女儿没错 但是不是宝贝呀 妈 是不是宝贝 是不是妈 是 永远都是 小宝贝 我也帮你梳头吧 好啊 我 我好想你 这段时间 我做了好多错事 我知道自己错了 你能原谅我吗 静静 你小姨告诉我啊 你妈妈的愿望呢 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 将来成为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 她告诉小姨呀 不管怎么样 你永远都是她的交往 妈 真人兄弟啊 我们家情况呢就这样 实在是没办法我才跟你张的口 这没错 你每个月给我的钱呢 确实不算少 可是架不住咱们家窟窿打呀 钱静静 是我亲子女 这跟亲闺女没什么区别 你说我指着亲闺女养活 这是在情理之中的吧 当成亲闺女啊 当成亲闺女啊 潜儿 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啊 我告诉你 潜儿 我现在根本不怕你跟我真金金的抚养权 何去何从金金现在能说明白 我是不想你这段臭口屎啊 坏了我们家媳妇 和我们家丈母娘的心情 我是什么 不重要 纯人兄弟你 重情重义 见不着拍家 因为我闹心 那咱们就通通乖乖了嘛 我那个地方不想闲人啊 你要真想去我不拦着 干什么自己选 你想要的钱我可以给你 那是念在你名义上 还是金金的亲叔手 但这件事情 从此以后啊 到此为止 金金再也没有你这门亲戚了 亏 亏是亏了点 但咱们也不能太贪得无业是不是 陈燃兄弟 你说那钱 大侄女 你 你二婶呢 我把她烦丑在你厕所了 你想慢慢救她去吧 这个傻老娘们 天姐 你刚才 我累了 我现在想回家 走吧 走吧 好吃吗 其实我在食堂吃就挺好 亏不着嘴 你还特意来给我送饭 妈看着你最近啊都瘦了 甭管怎么说 自个儿做的 它就是比食堂的顺口 妈要是得空啊 就给你做了送来 没事 那可不行 咱说好了啊 这是最后一回 下不为例 我弄上车多多呀 我担心 下回你要做好吃的了 我就回去 我骑自行车来回方便 妈没事 真的 我就是想着 你嫁到我们家来 让你过得舒服点 顺心点 妈就不觉得累 你过得挺顺心的呀 妈 能当年儿媳妇 是我的福分 我挺幸福 是真的 这傻孩子 你哪怕说点抱怨的话 妈听着还会舒服点 你能不能注意点 这每天晚上都这么折腾 这是我家 你管得着吗 下次晚上再折腾 我们就报警了 为什么 干嘛吹你 干什么你呀 你大晚上你不嫌丢人 你跟人吵什么呀 她的要跟我理论 我跟她理论理论 你管这脚子 行了 有什么好理论的 你松开 你谁也别拦着我 媳妇没事吧 来我给你吹吹 你起来 魏主公 你要是不顾及你老妈 不顾及这个家 你就接着喝 你就这样跟我扔扔 你们都给我扔扔 行 等老子有钱了 等老子有钱了 我看你们谁还想跟我大呼小叫的 莱莱 你上这干什么去啊 我上学去啊 我想报辅导班 就之前我妈给我报的那种 你不是最讨厌上辅导班吗 可我落下功课太多了 这离升学考试也没几天了 我想效率高一点啊 没发烧啊 这怎么满嘴胡话呢 我没发烧 姥姥你别开我玩笑了啊 我也没说胡话 我说的是大实话 您不是也希望好好学习了吗 说的是真心话呀 是啊 那好 姥姥一定支持你 真好 那我去上学去了 您别忘了帮我问一下小姨辅导班的事啊 走了 姥姥不忘 姥姥一定不忘 妈 妈 今天上学去了 她刚才跟我说 她说她想好好学习 她想准备升学考试 她想上辅导班 这孩子说出这话 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似的呢 我都有点不相信 姥姥终于是想明白了 太好了 你得告诉春生啊 一定要稳定稳定她情绪 这几天可别再惹孩子了 好 我知道了 我会尽快和春生给她安排辅导老师 嗯 找最好的 不考虑钱 知道了 这孩子 真高兴 好 您也坐在等着 我给您拿早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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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儿 当初你说你有废牢 我还以为你是装的 看来是我真的冤枉你了 我有一遍证明 你问这是什么装修 快赶上水泥场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装修装修就是先修后装 你不把这些鸡爪嘎拉修理利落了 怎么装钱呢 这这这这 这非要了我的命不可 这个 哎 要不了你的命 要钱 这都是我们春生歌仁义 这一锤子涮一锤子的价格 你心里念叨的钱啊 手上就有劲了 您呢 你喝点水歇一会儿啊 晴儿 想好没有 准备想干点什么 你你你饶了我吧 你这个大老板 都乱锤子砸抢了 我连你这个大老板 都当不了了 晴儿 你还想当老板呢 我也想当老板 去去去去 我我死心了啊 这个你你你把钱给我就行了 少不了你的钱 但是这一次除了白纸黑字留证据之外 我们还得找个证人 怎么着都行 我拿到钱就行 李春珊呢李春珊 你可够可以的 我这还歇着架呢 就让我过来跟你帮忙 李春珊 你包紧干嘛 你紧张什么呀 他把你吓了 这个就是我要的证人 谁呀 我说你早上喜鹊枝头酱呢 原来是咱们今天来贵客了 你看我这屋里屋外一通收拾 虽然咱日子过得不宽余 但二婶知道你要来呀 专门去买的最好的水果 你哥哥平时看都没看过 又跪着呢 我这喜鹊的已经来了 别麻烦了 我不吃啊 晴晴啊 你今天过来 是不是有啥事 跟二叔二婶说啊 是不是你爸也给你二叔 留了一份财产 还是 我没听前江黎哥说过 我有什么二叔 他留下除了债也没啥别的 你们要想要的话尽管拿去 你看你这孩子说话一套一套的 你 说正事吧 你们是不是想收养我呀 那个 是啊 没错 你那会儿不是病着呢吗 我的意思是 你那会儿病着 不知道这事 我现在病好了 你们领养我吧 真的 我 我要住你们家最大的那个房间 但你们家家具太久了 我想换新的 按照我以前的习惯吧 每周至少要下一次馆子 想吃什么也由我来订 我现在喜怒无常 我高兴的时候肯定爱说话 但不高兴的时候吧 肯定不爱说话 还有啊 我会随机砸乱我看不顺眼的东西 你千万别拦着我 我发起脾气我右倾不认 砸不到东西我就打人 真的 你不信话你就去学校问一下 看看谁被我开过脑袋 谁来被我揍 等等等等 我想问一下 我们是收养你呢 还是孝敬你呢 还是孝敬你呢 我们收养你 是因为我和你二叔心肠好 做善事 你应该感激T零才是吧 你怎么还想着我们 像伺候祖宗似的养着你呢 如果我爸没有留下遗产 你们根本就不会想要领养我 对不对 那当然了 那谁 你 你故意套我换了是吧 咱摸着良心说 我跟你二叔那是真的心疼你 追你爸的钱不放 那是因为我们穷啊 你说你不带钱过来 我们怎么养活你啊 好 现在这事了结了 不提了 对吧 我跟你二叔也不争了 为了你好 我们忍痛 放手 好 倒嘴肥肉你们不争了 最后一个问题 那你们现在为什么不争抚养权了 二叔你想好啊 我要听真话 不争就不争了呗 你病成这样 是吧 我们没钱给你治病啊 那还不得是 谁有钱让谁去治吗 我们为你好 说了跟没说一遍 你要不说实话话 我今天晚上就帮我来住 就住那个屋 就住那个屋 别别别别别 小姑奶奶 你可千万别 我们家妙小 住不下您这位大小姐 好 我实话实说 李春生是答应你二叔 每个月给我们钱 可那不也是他看我们生活 确实困难吗 那再说了 你爸留给你的那些钱 跟这点钱相比 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啊 知道钱钱里没有留下钱 你就拉上别人做垫背的 除了知道钱 你们眼里还有什么呀 怎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呢 什么意思啊 你拿个半导体干嘛呀 随身听 这叫随身听 我平时喜欢用它听听歌 有的时候再用它录一下别人说话的声音 挺精致的啊 挺贵的吧 我说你早上洗切枝头酱的 原来是咱们家的费客了 喂 你干嘛录我说话呀 你刚说的话我全录进去了 你告诉一下我二叔 他要是敢再去找李春生要钱 我就拿这个磁带去派出所告他 然后这样钱相连连些债主 都到你们家来要钱 你给小丫头骗子反了你了 你给我站住 你别过来啊 你不是说是精神病吗 我跟你说 现在精神病杀人都不犯法了 要不然过来试一下 别别 冤有头战有主 这主意可不是我们前二一个人想出来的 还不是李春生那个表哥他教唆的 你要耍风你去找他耍风去啊 你胡说 他们亲戚 亲戚怎么了 你跟你二叔还是亲戚的 你二叔还不是赵阳算计你吗 我那意思是吧 我那意思是 李春生他表哥想算计他 跟我们没关系啊 钱二你个天杀的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你今天这活做得不错啊 可以的 李总 李总 刚离岳母来了 在公司待了半天 里里歪歪看挺仔细的 人呢 走了 她说什么了吗 没有 好 我知道了 好 好 走 在家呢 下班了啊 来 下班了哈 喝口水 谢谢妈 妈 今天是不是去公司找我了 去了 我这一看呢 我没想到 这么短的时间 你撑起这么大一个摊子来 以前我小瞧你了 妈 你是不是 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该说的以前我都说过了 那个 我今天吧 我就想 我想送你一样礼物 你看 你看 你做生意啊 也用得上 家里有个急事找你也方便 收下 妈 这不行 这太贵重了 我怎么能让你 您花钱给我买东西呢 这个我跟她收 这是我的心意 我作为丈母娘 我好像也没给过你 什么像样的见面礼 咱娘俩呢 相处的时间不长 但是共同经历的事是不少的 我的脾气你也值得 你要收下 我就高兴 你不收下 我不高兴 所以你得收下 好啊 妈 心意我收下 可是这个钱呢 你怎么能跟我谈钱呢孩子 这个钱我还是出得起的 你要跟我谈钱可就歪了嘛 你这样吧 你要觉得受之有愧 那你就加倍地对白杰和静静好 这我这心意就没有 没白送 好吧 好 妈 我收下 谢谢您 你怎么能谢谢我呢 孩子 我应该谢谢你才对啊 你对这个家做的贡献 妈都看在眼里了 你看我就是嘴上不说而已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什么好消息 静静答应 要上哪个辅导班了 她答应上辅导班了 对 那太好了 妈 这事你交给我 我一定找一个最好的老师 这事还真不能交给你 这事必须我自己亲自办 这样我心里才舒服踏实 好 给您的办嘛 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今天我做饭嘛 你休息就行 我 你都累了一天了 还你做饭 我做了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你这灰头土脸的干啥去了 喊什么呀 我找李春生要钱去了 还要钱呢 出事了 那个精神病侄女 什么都知道了 不是 这到底怎么了 你给我妈妈说 那精神病侄女 一早上来在家耍疯 我一着急 不小心就把实话都说出来 那还不是因为她 背着一个什么什么 随什么厅的 她把我说的话全录下来了 她还说 你要是再去找李春生要钱 她就叫派出所告咱们 败家老娘们 你嘴怎么这么松啊 不行 我得赶紧找救兵去 找谁去 魏治国 她出的妖蛾子 她得帮咱们收场 走走走走 能行吗 行行行行 快 妈 您讲几句咱们开戏 我讲几句啊 我讲什么 我们家好久没这么高兴了 今天吧 其实也不是庆祝什么啊 就在一起吃个开心饭 我能不能说两句了 你讲几句 行吗 行啊 给你个机会 讲吧 姥姥小姨 我之前让你们担心了 有好多事吧 我自己明明知道不对 但还是忍不住老要去做 我谢谢你们包容了我的任性 还有不懂事 有好多事我明明伤害了你们 你们也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我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弥补 所以我想着先让自己变得更好 先让你们放心 你傻孩子 以前的事不提了啊 咱们吃完这顿饭之后 咱们一起从头开始 好好过日子 好吧 也谢谢你 虽然我还是讨厌你 晴晴 晴晴啊 别说讨厌 换个词儿 妈 我觉得这词儿挺好 作为这个家里唯一被讨厌的人 我还觉得挺荣幸的 麻烦晴晴同学以后继续监督啊 早日让我这个姨父的职称转正 来 咱们干一杯 来 来 来 干杯 来 来 你别做那么多菜啊 咱们随便吃点都行 不是我做的 妈做了让拿过来的 来吧 吃饭吧 媳妇儿 我最近工作挺忙的 但是我想 把陪客户的事都交给别人 以后多抽出时间来陪陪你 来媳妇儿 等一等 咱俩好好聊聊 媳妇儿 我知道你是看在妈的份上才原谅我的 但我向你保证 我以后不再多喝酒了 多回家陪你 好吗 嗯 我知道了 还有 那个媳妇儿 我最近生意上遇到点小麻烦 如果我和哪里做的不对的地方不好的地方 你别跟我一般见识 好吗 吃饭吧 来 吃点这个 哎 媳妇儿 你说要是以后我事业倒了 没有钱赚了 你会不会离开我 我嫁给你从来都不是因为你能挣多少钱 那是我想多了 不过我还是想多赚些钱 让你和妈过最好的生活 你确实是想多了 过好的生活不在你说的这些 平平淡淡地过日子就挺好 回来 偶尔 意思是 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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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鲁 偶尔 姥姥 姥姥 我跟你说 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真的呀 啊 当然有信心了 加油 加油 我回来啦 回来啦 为了几个同事 能借到的就这些 金金要这些干吗呀 不是金金要 是我要 你要这些复习资料干什么 想当初呢 我也是一个叱咤风吟的尖子人 金金的功课落下不少 我得想一个 事半功倍的办法 帮金金把功课吹上去 我想从这上面啊 找找灵感 万一能帮上金金呢 辅导科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 金金啊 强烈要求立刻上课 妈已经高兴得不行了 二话不说 陪金金上课去了 金金是个可怜的孩子 但她同时也是一个 幸运的孩子 虽然没有了爸爸妈妈 可是老天爷 给了她一个尽职尽责的姨父 不仅仅是姨父 还是她的父母 她的靠山 也是我的靠山 晚上我去买点菜回来 给你做些好吃的 好好犒劳犒劳了你和金金 好 怎么可能呢 主任 我向您保证 三天之后 我一定把钱玩上 那都是谣传 我这儿走的是高端路线 那小老百姓怎么知道 我这儿的经营情况啊 您说是不是 您放心 一定啊 一定 我都跟你们说过了 她的电话我互接 接着就说我不在 说不长记性啊 这 老板 主任说您要是再不接电话 她就亲自过来找你 找个屁啊找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呀 以后这种电话都给我回来 真不知道 另外去给我查查 谁最后脚我值得更加 谁要说咱这儿经营不善 两头滚大 你马上就去 哎 等等 这一月 就给大家发百分之七十的工资 待会开会的时候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 小姨 金金 我在你房间 我去 金金啊 小姨没有经过你的允许 就帮你换了一套 我新买的床单 对了 你衣服帮你买了新的画板 也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小姨 我很喜欢 谢谢 小姨也不知道 能为你做点什么 我就是希望能让你高兴 能让你开心 小姨 你们的心思我知道 我知道你们为我操碎了心 你们放心 有你们这么爱我 我怎么可能不开心呢 开心就好 以后我们每一天都要开开心心的